当地时间11月24号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主场馆卢塞尔体育场 再度吸引世界目光 当晚五星巴西迎来本届世界杯首秀 晚上八点 距开赛还有两小时 卢塞尔体育场外就已经汇聚不少球迷 此前已有得冠热门阿根廷队和德国队相继告负 外界都在关注三八军团是否会重蹈两队覆辙 巴西球迷们似乎对球队颇有信心 没有忧心忡忡 而是三五成群随着音乐摆动 肆意狂欢 当天共有88103名球迷来到卢塞尔体育场观赛 记者注意到 巴西球迷就超过三分之二 这其中自然少不了五星的光环 和当家球星内玛尔的加持 内玛尔一出场 卢塞尔体育场就陷入沸腾 更不用说他场上出色的带球过人 抢断还有射门引发的欢呼 当天还有队友理查利森的维卡埃杜 尤其是大挂金沟打入第二力进球 竞演全场 比赛结果最终被锁定在2比0 赛后 内玛尔等一众球员并未召集离场 而是绕场一周向球迷指谢 球场外 退场的球迷也再度拿出桑巴的热情 尽管时间已过凌晨 秋迷热情未退